大家好,我是小徐 今天我带着红红 来到宠物医院 给她做个绝育手术 看一下她做完手术以后 脾气会不会温顺一点 现在已经做完了 把她放在了医院恢复 因为她性格比较暴躁 做完手术 我不敢带回去 带回去的话需要人照料 我也没时间去照顾她 所以刚才就放在医院 让她在医院恢复了以后 我再把她接回去 手术很成功 我就不给大家看手术的过程了 因为有血嘛 比较残忍一点 我现在抱着的是小憨憨 小憨憨恢复得很好 她现在鼻子湿漉漉的 能跟人一起玩耍打闹 也能跑了 就是光喝水不进食物 什么吃的也不吃 每天喝点羊奶粉 喝点水 我给大家看看 也不咳嗽了 不喘气 鼻子再也不流鼻涕了 但是就是身上瘦了一把骨头 每当我抱起她的时候 心就特别痛 当时来到医院的时候 她是八斤多一点 现在瘦的只剩了六斤 瘦了两斤 真的受了很大的罪吧 我这边的话会把她继续放在医院治疗 因为她不进食物 看见这医院差不多治疗 十多天左右吧 等她啥时候 能吃能喝都恢复了以后 我就把她接回去 昨天我看到了一些评论 说你就像一个乞丐 其实我呢 就是一个乞丐 只不过是跟以往的乞丐不一样 像那几年的乞丐是在大街上要饭 我只是在网络上要饭 我但是把所有要来的钱都用在了狗身上 这就是我以乞丐来要来的钱 换来的小生命 我在网络上当乞丐 问大家要钱 要来的钱我都花在了狗狗身上 救回了这么多无数的小生命 给了他们一个 在新的机会 给了他们一个温暖的家 虽然我是起开 但是我感觉我自己很 就是幸福吧 不是那种过得很 每天很难 很不开心的那种 还有就是昨天我说贷款的事情 大家有些人听到了 我的贷款的利息比较低 大家也不用担心 我是分期还款 每个月还七千块钱 明天就是第一期的还款 一共是还六期 因为当时被狗舍 加上狗狗生病 我也手头比较紧 转不过来了 我就想到了结系 从结系上面带的 大家不用为小提担心 谢谢 我现在给你们看看两个毛孩子 杯构 也不用 crush 很有黄金 中国不在家 你就会了 那 trustees 老川 小éri 了 绝 camar 小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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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